你知道农村三恶霸之首的大白鹅究竟有多猛吗 在我国农村广泛流传着一个关于三恶霸的说法 虽然各地的版本不尽相同 但在大多数版本中 这三恶霸分别是惠宁元的大白鹅 看家护院的土狗 以及着人生疼的攻击 其中大白鹅位居三恶霸之首 说明了人们对它战斗力的认可 被看门狗追过的人应该知道那种恐惧的感觉 狗咬人不仅疼 还可能会让人感染狂犬病 很多人生来就惧怕狗 也是有一定缘由的 而看起来呆呆傻傻的大白鹅居然能排在看门土狗之上 成为农村最不好惹的动物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有句俗语叫做 与人不和 劝人养鹅 它最初的意思是放下仇恨和承见 和睦相处 但在流传中原先的含义已经完全改变 现在劝人养鹅的说法反而变成希望对方倒霉的意思了 大白鹅这种动物领地意识极强 人们可以利用它这个特点 让它帮忙看家护院 但同时鹅的智商偏低 不能像狗一样记住自己的主人 因此养鹅的人多多少少都被鹅捉过几回 有过这方面经历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感受 据说被鹅捉的疼痛感不亚于中枪 人们用拧来形容这种攻击的强烈 大白鹅咬住人以后绝不会轻易松口 不仅如此 它还会拍动翅膀追着人咬 让被拧的人痛不欲生 而对于体型较小的动物来说 大白鹅的攻击就更为恐怖了 就连土狗都不敢碰瓷 那么专门吃群类的黄鼠狼 能对它构成威胁吗 大白鹅为何会被称为黄鼠狼克星 鹅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强呢 黄鼠狼是许多庄稼人既恨又怕的动物 它体型虽小 却能捕猎许多比它大的动物 比如野兔 鸡鸭之类的家禽等等 再加上民间对黄鼠狼的奇异传说 使得很多人再见到它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害怕 几只鸡肠碌碌的黄鼠狼 很快就能把整个村子的鸡全部祸害掉 要么直接咬死 要么偷走藏起来当食物 除了针对家禽外 黄鼠狼还会顺带破坏农田 让农作物减产 由于它们体型较小灵活无比 使得许多人对它恨之入 同时也没有好的办法将其剿捏 而大白鹅的出现让这种局面出现了转机 只需在院子里养上几只鹅 就不用担心黄鼠狼会来干坏事 前段时间有一段监控视频抓拍到了 黄鼠狼与大白鹅相遇的瞬间 当时正值三更半夜 鸡鸭等家禽早已入睡 而大白鹅却时刻保持着警惕 此时监控下方有两只黄鼠狼飞快掠过 细心的大白鹅很快发现了它们 它愤怒地拍打翅膀 发出凄厉的叫声 这叫声人听了都会有些胆寒 黄鼠狼听了更是魂不守舍 放下偷来的粮食把腿就跑 大白鹅无需出手就吓跑了黄鼠狼 无愧于它黄鼠狼克星的名号 其实单从体型上看 黄鼠狼怎么也不可能是大白鹅的对手 大多数成年鹅的体重都在10公斤以上 而黄鼠狼的体重则超不过3公斤 这庞大的差距就足以让黄鼠狼至那而退了 而在农村的传闻中说 大白鹅面对黄鼠狼时 还有一样意想不到的秘密武器 看起来呆呆傻傻的大白鹅究竟有多忙 为何能被称作农村三恶霸之手呢 在民间的传说中 黄鼠狼惧怕大白鹅的原因 并不是怕自己打不过它 而是忌惮大白鹅的粪便 据说黄鼠狼在采到这种排泄物时 会遭到严重的腐蚀 因此有鹅生活的地方 是不会有黄鼠狼活动的 那么这个传言是真是假呢 经过现代科学的研究发现 大白鹅的排泄物中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成分 它们主要以饲料为食 产生的粪便并没有腐蚀性强的物质 因此这个传言并不成立 但黄鼠狼不敢招惹大白鹅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除了体型上的差距外 大白鹅暴躁好斗的性格 也是它被称为农村三恶霸之手的原因 面对其他动物的挑衅 它们会先张开翅膀伸长脖子进行警告 这同时也是鹅的攻击姿态 如果见到这个样子还不知道逃跑 那下场绝对会很狼狈 科学家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 鹅的上额和下额上都布满了一排锯齿装突起 咬住挑衅者以后 这两排突起就像锯子一样 能给对方造成极大的痛苦 再加上鹅攻击前发出的凄厉叫声 黄鼠狼见了是绝对不敢打它主意的 虽然对于养殖大鹅的人类来说 它只是餐桌上的一道美味 但它的战斗力绝对不容小觑 对此你有哪些不一样的看法呢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 科普解说员在线真搞了